- 發生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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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其實很好 - 今天這一節會比較改一點 - 各位把標題先改一下 - 我們第一節是講圓祝你的信仰 - 所以對照在第二節 - 應該是在170頁 - 他沒有講,但第二節 - 有一點像是他講整個 - 台灣人、台灣人 - 漢人只是台灣人的一部分 - 雖然說人數上的比例 - 跟全數也很全數 - 但我們知道如果以信仰來講 - 完全是兩號 - 因此各位知道第二節是講漢人 - 然後第二節我們先用一個表格 - 幫大家說明 - 我今天這一節會有一點 - 更動我們課本的寫法 - 因為我們課本的寫法比較像是 - 介紹完這種宗教 - 再換一種宗教 - 可是理論上我們歷史 - 應該是從頭講到尾 - 因此這一張表格是 - 讓你把第一節跟第二節先做統整 - 各位知道最前面我們已經講過 - 原住民的信仰了 - 十七世紀之後 - 隨著漢人到台灣 - 隨著西方的勢力 - 一直有一些宗教 - 那我們整體來講它是層層推定的 - 那為什麼在這張表格 - 它會有兩個地方 - 它是黑色底色呢 - 它代表是特定的政府 - 離開之後 - 它的宗教基本上就沒有再長教學 - 所以一波是河西時期 - 那一波是日本殖民統治之後 - 它帶來的是道教跟日式的佛教 - 也就回去了 - 好 - 那這一張先當一個架構 - 那等一下我課本會跳葉 - 但凡是跳的地方我會提醒你 - 我在講哪裡 - 好 - 就是說塗漢人造科學的事據 - 第一個我們看到的是從177月開始 - 那當然漢人就把自己原鄉的信仰帶來 - 其實所有人都是這樣子 - 就是自己的信仰 - 因此帶到它異地發展的地方 - 那我們看如果以河治 - 都知道最早有漢人來 - 那漢人通常他們到了台灣 - 他也會把他信仰帶來 - 但一開始不一定會有廟 - 那為什麼 - 就神明先帶來嘛 - 好 等到適當的時機 - 等到落地有錢之後 - 就把這個神明留下寫廟來供奉他 - 最早到台灣來的 - 大概像是同一片 - 關聖帝君 - 或者照關公的信仰 - 這個在中國很普及 - 現在來到台灣 - 那寶生大地算是同安人的信仰 - 你可以對照右邊171的上面 - 所以他是某個族群神 - 但其實寶生大地有另外一個形象 - 他是一神 - 也就是說在一個充滿熱帶疾病的地方 - 當然寶生大地會受到重複 - 跟這個遺憾社會是有關係的 - 但第二行課本沒有提這個神明 - 玄天上帝各位注意一下 - 玄天上帝其實就是我們上一節課講的 - 北極星 - 對 北極星後來被神明化之後 - 叫玄天上帝 - 這是一個明朝特別有的信仰 - 各位看到這邊有個政權轉移的時候 - 信仰受到政權的提倡的壓抑 - 大清進入到台灣統治之後 - 他就提倡媽祖的信仰 - 師郎就提倡媽祖的信仰 - 那就把原來明朝像是護國神之類的 - 玄天上帝就把他壓制下去 - 所以我們在台灣的歷史上 - 也看到因為政權的不同 - 對於信仰的一些態度也跟著不一樣 - 我想這一些雖然不是課本題的 - 但是一看你知道它是最早傳進來了 - 這是台灣本島最早的官方成立的馬祖廟 - 那你從時間看知道這是在和制還是正式 - 各位 - 這是在正式時期 - 這是官方有馬祖廟 - 那再來這一個是大官地廟 - 這個也在台南 - 這是本島最早的官地廟以及官公廟 - 那這個地方其實往盡頭的後方就是赤牌樓 - 所以如果我去台南的話 - 通常這些地方都會去 - 那我從這些 - 有沒有講話 - 從這些廟成立的時間 - 我們知道大概就是在十七世紀 - 然後漢人早期移民的時候 - 因此大概都在台南這一代 - 那另外我們看到最早的寺廟 - 就是佛寺 - 應該是這間主席寺 - 你對照一百七十四頁 - 好一百七十四頁講的是哪一間廟? - 照片 - 法華寺 - 那為什麼歐林篇講的跟赤本不一樣? - 其實真的有不一樣的講法 - 就是大家對於哪一間佛寺是最早的 - 是有出入 - 但這個有出入其實是有意義的 - 代表這些佛寺一開始到台灣 - 它是不太醒目的存在 - 所以我們今天要去考證最早的時間 - 是不是其實不太容易? - 好 那代表正統的佛教到台灣 - 它不是一個好像特別受到供奉 - 以至於我們對它的年代的記憶 - 也比較模糊 - 你從這個角度去理解 - 好 那課本在一百七十三頁翻回來 - 佛教在明清的時候 - 它其實是一個順應台灣遺憾社會的發展 - 那你剛剛課本的敘述 - 明諾少數以老隨正式來台 - 各位知道滿清在整個十卷大江南北之後 - 有些獨立接受他同志的 - 就跟著鄭成功跟著正式來到台灣 - 根本寫法有點怪 - 它說藉由僧或殘的允立反清不明 - 不是啦 它是隱居起來的 - 也就是說它在政治傾向 - 它不接受大清的統治 - 所以它逃到台灣來 - 但它也沒有積極的反清不明 - 所以就有點像是不過問世事 - 那就是佛教出家 - 所以這個地方很從這個角度解釋 - 否則這個地方你要說它怎麼反清不明 - 好像你舉出例子 - 那再來你把課文的這句話畫下來 - 輕至由於民間信仰同國發生 - 佛道不分 僧俗共處 - 佛似充斥著消災其福的氣氛 - 那各位這兩句話我們從兩個方向來解釋 - 第一個在座各位分得清楚佛教道教跟民間信仰嗎 - 分得清楚的舉手 - 那其他方有個答案說佛教出家就是吃素 - 道教沒有吃素 - 就是你真的要分大有些分別 - 這幾個宗教分不太清楚的請舉手 - 佛教道教民間信仰來請放下 - 我們是正常的齁 - 因為我在平端放了一天和上 - 這些東西後來在台灣全部混在一起 - 那它是有原因的齁 - 那佛道不分或者跟民間信仰也很難分 - 是因為克文這個地方所暗示的限鎖 - 那什麼限鎖呢? - 早期到台灣來的人請問 - 我說他是被篩選過的 - 所以早期伊利到台灣來的人有什麼特性? - 特別怎麼樣? - 會渡過黑水溝是有危險嗎? - 所以他們這樣冒險犯案來到台灣 - 所以最早他們是希望如何賺錢發大財嗎? - 所以是不是我們講過功利取向非常明顯 - 所以所有的信仰都會往這個方向去發展 - 那簡單講就是要靈驗 - 要符合你士族的需要 - 你要賺大錢有神明可以拜 - 你要保持平安有神明可以拜 - 所以就連這一些正統的佛道信仰 - 也往這個方向發展 - 所以他跟民間信仰就會顯得 - 比較沒有分別 - 好 - 那我想如果從以肯社會的發展 - 你會比較清楚 - 這個最後形成的結果是怎麼來的 - 那再來請看到在課本173頁 - 底下是有一段道教 - 你把第二行的正義派畫下來 - 佛教大概在宋代以後就分成兩個發展 - 對不起 道教 - 分成兩個發展 - 一個是走那種你在金庸小說看到的 - 那個全真教的路線 - 知道金庸裡面那個全真教的請舉手 - 好 信徒不少 請放下 - 那因此那個是屬於比較像佛教的儲家人 - 就是不走儀式的那樣路線的 - 比較像是清修儲家這種路線 - 可是我們看到談到台灣的正義派 - 還是主張佛祿教 這個字唸教 - 那佛祿各位知道 - 就是那個藉由一些很神秘的文字 - 跟神秘溝通 - 那什麼叫齋教呢 - 齋教就是設神壇舉行儀式舉行祭典 - 所以齋教這個詞看起來很難 - 但它其實沒有很難 - 因為你可能在路邊就看到 - 或者像那個比較接近道教的那種喪葬的儀式 - 喪禮不是會請道士來那個做吧嗎 - 那個其實就比較像是這邊所提到的 -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 這些所謂正義派的道教的道士 - 又叫火居道士 - 你把這四個字也劃下來 - 我查了一下齁 - 這個火居有點是他心中還是熊熊的烈火 - 也就是他還是充滿了生命的熱情 - 並沒有真的好像什麼七情六欲全部都斷掉 - 簡單講他沒有出家 - 火居道士就是沒有出家 - 那所以底下我已經幫各位找到一句話去解釋 - 在家道士有七世子女 - 很明顯他沒有出家 - 那沒有出家代表什麼呢 - 他住在社區 住在地方 他接地親 - 所以這些道士也會跟這些民間信仰整個整合在一起 - 有民間儀式他也會去主持這些法事 - 或者說從事一些宅教等等 - 所以我們剛剛講不管是佛教、道教、民間信仰 - 在這邊其實你很難畫一條明確的界線 - 那這些詞都理解 - 至於下一段有提到法派道教是指佛教跟道教之間的某種正合 - 那你從佛道部分去理解他就可以了 -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我們剛剛講來台灣這些人 - 渡過黑水溝很危險 - 那來台灣就不危險 繼續危險 - 分類洩漏很危險 - 不小心頭就被別人打爆了 - 以命無無 - 然後以漢人的角度來講有犯漢 - 這純粹漢的角度 - 但的確他自己主觀感受到受到原住民的威脅 - 然後還有很多挑戰 - 大自然的挑戰 人為的競爭等等 - 那因此他們就很有信仰的需要 - 不知道人就是在危急的時候 - 人在那個需要保護的時候 - 人在那個期末考之前的時候 - 就是拜神明就是這個時候嘛 - 好 玉皇大帝也來了 - 然後漳州人的開章聖皇也來了 - 我們看一下課本這一張 - 好 翻個171頁 - 這一節我是講比較快了 - 但我想這些信仰大家多少點理解 - 來 這張是說版本畫的最高幾個圖 - 那一指泉州來了哪些神明 - 喪州來了哪些神明 - 然後從朝中就是廣東這邊來了什麼神明 - 那因為泉州來的幾乎就佔了一半左右 - 所以它會再細分從安人的信仰 - 安息人的信仰 - 像我們前面講過的頂下交拼 - 在那個萬華那個地方 - 他們其實就是那個三地人 - 要借到那個安息人去擋同安人 - 安息人的那個清水祖師廟就擋在那邊 - 那安息人為什麼是清水祖師廟 - 各位看這邊就是清水祖師廟 - 所以這些我們可以看除辨識出他是哪邊人 - 所以現在如果你家附近 - 像我家附近有一間廣泊尊王廟 - 那你對照這一張其實- 你就知道廣泊尊王 - 其實也是三億人的信仰 - 這一張是搭配課本的圖片服用 - 那除了紅色那個是客家人到台灣來 - 新發展的信仰 - 黑色的全部是他們從原鄉所帶來的 - 那所以我們可以從這些廟的分布 - 是不是可以看出他們當初來台灣的時候 - 誰是以哪一個區域為主 - 那像我們知道陳奈章肯號 - 這些是全州人所發展 - 所以大台北就充滿了這種 - 什麼寶生大帝或者廣泊尊王的廟 - 那這個你就知道跟整個託肯是有關的 - 那這樣我們看到的是 - 在171頁的底下一個表格 - 那這些叫共同的信仰 - 共同信仰就是跨族群的 - 跨特定的區域的 - 好像媽祖幾乎不用講 - 媽祖是航海神 - 媽祖就是林茉娘後來被神格化 - 從海上就是航行的守護者到天飛 - 最後到天后 - 那可是這些民間信仰有一個特色 - 神格是會擴大 - 所以媽祖本來是管航海 - 這是什麼海上那個看著船 - 看起來要翻快要翻的那個樣子 - 那上面突然就媽祖提著一盞明燈就現身了 - 那就留下兩行感動的眼被就得救了 - 好 那後來媽祖又管很多事 - 商業神 農業神 通通都管 - 然後還有茶葉媽祖 - 所以你們真的硬要弄 - 也可以弄個那個儀藏媽祖之類的 - 就是這些神明管的事情是可以增加的 - 好 那這個是信仰的特色 - 不知道會不會真的弄出來 - 好 再來關公就是關聖立軍 - 是戰神 - 我們知道他是勇武的形象 - 可是關公因為他又有那種桃園三節異性結敗 - 一直特別適合台灣這種以肯社會 - 說到以肯社會是大家都不認識嗎 - 那是不是會有那種迷血緣關係 - 結敗變成兄弟 - 這有點模仿關公嘛 - 關羽的這種精神 - 所以關羽的信仰 - 關公的信仰會在異地社會 - 也很明顯的 - 好 再來土地公不用講 - 有土私有財 - 所以很多人是種田的 - 或者投資土地的 - 那所以有土私有財 - 他也是財神 - 那再來另外一個是王爺 - 你把課本的那個應該是溫神王爺 - 把它圈起來 - 這個我們特別給他講一下 - 好 再表格的第二的地方 - 是溫神王爺 - 好 王爺的底下前一寫上 - 帶天尋秀四個字 - 王爺我們要稍微解釋一下 - 有人做個統計 你知道台灣一間廟是不是有時候會有很多神明 - 我們如果以一間廟有哪一種神明 - 去統計全台灣的話 - 台灣的王爺信仰是最普及的 - 簡單講很多廟裡面都有王爺 - 那當然王爺以台灣如果是以祖神 一間廟的祖神來講 - 在台南高雄嘉義這一代是南部最多 - 可是其實在我們學校附近就是那個 - 蒙甲前一陣子日萬華不是放鞭炮放成萬的嗎 - 那個青山宮就是拜王爺的 - 就是青山尊王 那個也是王爺 - 那所以我們在這邊把王爺做一個補充 - 來 王爺又叫前神 - 然後他是玉帝所派的 玉帝是萬歲 - 各位知道在人間來講的話 - 萬歲指的是誰? - 沒去 人間欸 人間也會皇大帝 - 嚇到了你 - 來 皇帝 皇帝是萬歲嘛 - 萬歲萬歲萬萬歲嘛 - 好 但千歲是王爺 - 就是皇帝跟王爺是一個上下的 - 一個位階的差別 - 那信仰是這樣 - 他們就把人間的秩序整個copy到天上去 - 那玉皇大帝因為在天上很忙嘛 - 管天上呢? - 所以他就派王爺到處去巡視 - 看有沒有需要處理的事情 - 所以待天巡獸這四個字是這樣來 - 代替玉皇大帝到民間去考察民情 - 所以王爺會跟一般人有關 - 因為他是玉帝派來嘛 - 而且他比較接近 - 不像玉帝九九才看到底哪邊有事嘛 - 好 那一開始王爺的形象是傳播管理文藝 - 就是說他可能有某種懲罰 - 所以他的形象是比較嚴厲的 - 可是到後來他慢慢轉變成是一個消滅文藝 - 那他既然可以傳播管理 - 他當然可以收回來嘛 - 所以他有消滅文藝 - 那所以民間會用什麼形式呢? - 會用網傳 - 網傳就是王爺的交通工具嘛 - 那你只燒網傳就代表把王爺順便把瘟疫整個送走 - 所以這個所謂的送網傳的儀式 - 就變成是王爺信仰很重要的一款 - 各位可以對照課本的170而已 - 也有一個很大張的燒網傳 - 那所以像這些東西就有點像是驅趕瘟疫 - 然後或者是掃除瘟疫的這種性質 - 那你知道台灣這種熱帶氣候 - 早期已肯社會又缺乏醫療 - 所以這種跟人的疾病 - 趕走疾病有關 - 像剛剛我們講的醫神保生大利 - 也是類似的這種概念 - 有點像是波角蜘蛛型的醫療 - 然後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 剛剛講的這幾個是把共同信仰整個帶過一遍 - 現在有一個比較難的地方 - 翻回170頁 - 今天是好天氣的最後一天 - 各位知道明天會很冷很冷嗎 - 今天就開始換天氣 - 今天開始換天氣嗎 - 今天要跑大隊 - 今天要跑大隊 - 今天一定要跑一跑 - 今天天氣跟空氣都不錯 - 所以你們是打算把這件事拖到天涯開就好 - 我記得上次好像你們也是不太想跑的那個樣子 - 最好是拖到直接讓人家 - 可是那個終局之戰終究會來啊 - 就是你們一定要去跑的 - 而且 - 那一個祭祀圈在課文最後一行給他五顆星 - 剛剛那個謙語說要用平板做歷史的遺跡 - 等一下大家可以跟他請問一下 - 這個平板可以善用 - 讓我們振奮 - 171頁的課文好 只有兩行 - 第二行的信仰圈你也給他五顆星 - 這是我們這一節最難的兩個詞 - 而且它是一套觀念 - 有找到齁 - 170頁最後一行跟171頁最後一行 - 集資圈信仰圈好多影片 - 它是一組概念齁 - 所以我們可以因此做一張標準給各位 - 這樣你可以拍下來齁 它好用 - 它其實是學者提出分析台灣宗教信仰的 - 兩個概念性的名詞 - 好 第一個叫祭祀圈 - 祭祀圈其實一般來講不會太大 - 它是環繞著一間廟 - 在這一間廟附近跟他有關係的人 - 所以你可以就是說 - 是這個環繞著這間廟的社區 - 或者是村莊 - 那我們怎麼知道這一群人 - 是不是在一個祭祀圈當中呢 - 很簡單 - 你知道神明都會出群嗎 - 神明在生日的時候也會出來嗎 - 那凡是有慶典就牽涉到出群 - 有義務出群的就在這個祭祀圈當中 - 那我們如果一間廟來講它不會太大 - 一定是離這一間廟越近的人 - 它越有可能出群 - 那出群到這個範圍 - 再遠的地方的人不出群了 - 那這個就是祭祀圈的最外面很明確的界線 - 所以祭祀圈其實它不難懂 - 就是你跟這間廟有關係 - 所以你必須在有宗教活動的時候 - 出群出力的 - 那你就是在這個祭祀圈的範圍 - 所以通常是在一個社區或村莊當中 - 那凡是來其實夜化的信仰圈不是 - 它比較大一點 - 它會大於村莊通常 - 那為什麼 - 因為這個神明 - 這間廟的神明後來名氣大了 - 我隨便舉例 - 大甲媽祖書名氣很大 - 連貝利店都有在賣那個嘛 - 賣那個品安服是不是 - 大甲媽的品安服 - 所以它後來名氣大之後 - 它出去道徑也到一大圈 - 大甲就直接到雲林造到嘉義了 - 那個範圍已經大到它不可能是一個祭祀圈 - 那沿途聚集來的信仲 - 各位知道大甲媽出群的時候 - 它有人硬要鑽那個轎底嗎 - 不是要求好運嗎 - 聽說掰咖的賺下去之後就不掰咖了 - 然後什麼久病的癌症的賺過去 - 因此病就不要而喻等等 - 好 那因此我們看到 - 它的範圍大於村莊的 - 而且有沒有這個沿途的信仲全部都捐錢 - 沒有 它是自願的 - 你當然自願的話 - 你有可能出一大筆錢OK - 但它沒有說這一些 - 從大甲到彰化到雲林到嘉義的 - 大家通通出錢 沒有 - 所以信仰圈相對來講可以見 - 它比較free - 它有點像是名氣大之後 - 大家來參與這個活動 - 那時間也不太一定 - 可是我們剛剛看的祭祀圈不一樣 - 祭祀圈其實是一年到頭 - 關於這間廟它有哪一些宗教活動 - 幾乎是按照schedule - 然後一項一項來 - 所以什麼時候到了 - 應該大家要攤派的錢 - 應該要收的錢 -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有義務參與 - 有一個祖祭神 有一定的範圍 - 這些特徵其實掌握住 - 所以我們說它是義務 - 它就比較具有強制性 - 而不像信仰圈是比較free - 這個是它的差別 - 那希望你透過這個表格已經掌握住了 - 再來我們看到這一張是大甲媽儲群照鏡 - 這很明顯是一個信仰圈 - 那不排斥在大甲鎮藍宮的附近 - 是一個祭祀圈 - 那我們如果以它那個初旬很大的一個範圍 - 那個是信仰圈 - 好 再來我們看到172頁請翻開 - 好 請翻到172頁 - 好 又一張表格 - 它反映的是這些漢人的信仰 - 從中國大陸來到臺灣 - 後來在臺灣一些比較特別的發展 - 好 這三個都很特別 - 我們第一個先講的是有應公的信仰 - 那他們講的是大宗廟有應公 - 我一定要給各位更多的詞問 - 它可能叫百姓公廟、有應公廟、萬善寺 - 那如果是女性的話叫姑娘廟 - 你們如果有去登山或者經常到郊外去 - 有時候會碰到這種廟的名稱 - 那他們就是說他們可能有一點區隔 - 但他們基本上就是孤魂野鬼的信仰 - 像姑娘廟就是女生還沒有嫁就死掉了 - 那它就沒有歸宿了 傳統的看法 - 那你就用一間某廟把它安頓在那邊 - 那像臺灣歷史上很多的這些萬善詞 - 有應公廟是怎麼來的 - 而且村內蟹都死了一片 - 這些全部都羅漢角 - 羅漢角的意思就是他沒有家人 - 所以就有善心人士去把屍虎收一收 - 就蓋一間廟去供奉他們 - 那為什麼會有人特別做這種事情 - 這又講到我們剛剛講的里肯社會 - 臺灣某種公立的心得 - 據說你去把這些孤魂野鬼 - 因為蓋一間廟讓他因此有得安頓 - 然後後來就會去祭拜 - 去這些廟祭拜 - 那就有求必應 - 各位知道有求必應是重點 - 其願所求必有所 - 就是必有所應 - 所以這種其實我們如果以信仰來講 - 是比較公立的這種屬性 - 那他就會反映在這些孤魂野鬼 - 所以有人願意去幫他蓋一間廟 - 然後後來也有人願意去就是去拜拜 - 然後讓這間廟是有人去看顧的一個狀況 - 所以台灣孤魂野鬼多 - 那這當然也是因為以肯社會的特色 - 那這個地方你在上面表格再寫一下 中原浦都就是孤魂野鬼信仰的最高峰 - 不會同意台灣的中原浦都還有特色嗎? - 而且他普及到什麼程度? - 各位如果是住在大樓 - 我們是不是叫一個社區 - 社區會不會有中原浦都? - 社區其實經常會有 - 所以我們知道就是說 - 一個社區當中當然大家的信仰不同 - 但中原浦都已經大到是好像 - 大家就覺得在這個時候應該要祭拜一下好兄弟 - 那好兄弟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孤魂野鬼 - 好 那這個是一個 - 再來 義尼野信仰 - 你看他左邊表格 - 其實義尼野還是孤魂野鬼 - 只是他是幫清朝打仗的 - 也就是在明變當中 - 我們是不是講義尼是站在官方的這一邊 - 所以他一樣是在大規模的打鬥當中死亡嗎? - 死於非命嗎? - 那跟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 有應公的信仰其實有點類似- 但後來清朝因為統治的需要 - 因此去排高這一些人的地位 - 所以你在那個義尼信仰的表格上面寫一下 義尼會有建廟是在林爽門事件1787年之後 - 這些都算復習了 - 這邊寫一下義尼信仰 - 這個是在林爽門事件之後 - 因為這些客家人這些幫清朝的義尼就是去請願嘛 - 這些死難的人也是為了大清 - 那是不是給予他們比較高的獎勵 - 可以建廟然後來表彰他們這些功勞呢? - 所以之後就有義尼廟這是在林爽門事件之後 - 那我們講過這個有點像民間的忠烈詞 - 之前我們就已經講過這個觀念了 - 再講林爽門事件 - 這樣我們看到一個比較特別的 - 右邊的地基族 - 那這個也是台灣信仰當中很特別的一環 - 你直接把表格裡面的文字畫下來 - 源自希拉雅族的阿利族信仰的 - 也就是希拉雅族可能是把那個 - 祖先埋在住家附近 祖林 - 那後來漢人把這一套的觀念學了 - 所以地基族就是管那個整個住家這個環境的 - 那有一種講法是原字 - 但我網路看了一下這個地基族的講法很多 - 那各位就讓他們參考 - 那今天我們看到的是 - 剛剛我們已經把漢人的信仰 - 各族群的共通的都講過了 - 現在請你翻到課本的175頁 - 好 我們要看1860年代開堂通常之後 - 基督教再次重入 - 那為什麼在這邊沒有講第一次呢 - 剛剛有提到黑色底色的是它比較沒有留下影響的 - 所以我們現在在同一篇講的是有留下影響 - 因為自從19世紀中天主教長老教會來到台灣之後 - 他們一路就發展到現在 - 我們可以說是之後就沒有中斷了 - 好 那給各位一個表格 - 那課本括號2的地方 - 大概可以用這個表格做期待 - 天主教的道明會最早來 - 雖然他一開始來是非法的 - 因為其實還沒開崗頭上 - 然後耶穌教就是基督教 - 耶穌教是當時的城污 - 先來的是英國長老教會 - 那有一些傳教師各位應該算知道了 - 馬雅克最早來 後來還有班維林跟巴克里 - 巴克里還跟日軍在1895年進入台南城 - 是他代表士生去接 就是去做這件事情 - 那1872年 一般我們叫馬接 - 其實他正式名稱叫Jerry他也來了 - 但因為這兩批人都是長老教會 - 只是這是英國的長老教會 - 這是加拿大長老教會 - 所以等到馬接到台灣來之後 - 他們就協議區分雙方的教區 - 大甲西以北歸馬接官 - 大甲西以南就歸英國長老教會官 - 那因此這是他們這時候的樣貌 - 那你翻到課本下一頁 - 好 課本下一頁是一個想像圖 - 那幾個傳教師就站在台灣的各個角落 - 那這張圖當然是要跟各位講 - 他們的一些在台灣所做的事情 - 那你自己對照一下教育的方面 - 還有包括醫療的方面 - 那他們因為傳教也會去做一些 - 跟傳教相關的事情 - 好 那我們現在在這邊要挑一個點來談 - 好 首先先看到176頁 - 資料2的第二項的白話詞 - 請你把它圈起來 - 然後影片就是白話詞 - 新教就是基督教一個特色 - 他們傳教是用當地的語言 - 所以我們是不是上一節課講過那個 - 希拉雅族後來就 - 希拉雅族的語言就變成了新港文字 - 那這邊他們就用台語直接傳教 - 可是台語也沒有文字 - 所以他就直接給一套羅馬字的提音 - 我們後來把這套文字叫做白話字 - 所以在座懂台語的 - 這個 這邊這幾個字 - 就是台灣俯成教會報 - 所以要怎麼念 - 台灣 - 台灣 - 孤俠 - 孤俠 - 道歸歐 - 我寫碩論的時候 - 去那個台南有一間長文中區 - 它是長老教會學校 - 裡面有一大堆台灣俯成教會報 - 全部都是這樣的字 - 你如果是懂台語的 - 其實你稍微訓練 - 這個你是看得懂的 - 也就是說它完全就是台語 - 不是把它文字的話 - 那現在我們把這套白話字叫做教國 - 就是教會的羅馬字 - 那另外教育部還有一套 - 也就是說台語你要說沒有文字 - 不是 現在台語其實是有文字 - 但只是它的普及度還有待在加強 - 那因此就是新教都會用當地的語言 - 因此如果它沒有文字 - 就給你它一套文字 - 那我們接著要看的是176頁 - 這些傳教師他們經常會使用醫療 - 來幫助他們的傳教 - 這是一個常態 - 當然我們這學期也看醫療史 - 所以我們有提到那個理上的 - 就是我去台大聽課的 - 這位中研院的教授 - 那我提到其實傳教師是認為他把先進的 醫療科技帶到台灣來 - 就我治病嘛 - 我讓你的病痛沒有了 - 然後你變健康嘛 - 這台灣人其實不見得是這樣子想 - 那其實西醫跟其他地方的醫療體系 - 在近代以來一個最大的區隔就是西醫是有接頭跟外科 - 簡單講西醫是會動刀 - 在身體上面更高的 - 那這不是西醫以外的其他醫療傳統會有的 - 所以他們來到台灣 - 有關外科的這塊就引起很多的疑慮 - 簡單講把身體一部分切下來 - 你到底是要幹嘛呢 - 所以台灣人其實這個部分就形成一個障礙 - 並且環到這個障礙有許許多多的 - 很神奇的想像 - 好 例如說中醫 - 傳統的中醫當中是有把人體的一部分 作為藥材的 各位舉例 - 胎盤叫那個中藥叫什麼名稱 - 紫盒 紫盒車是不是 - 所以那個東西是原來中醫也就是 - 漢人會有的觀念 那這時候再結合那個 這些傳教士特別是具有醫藥背景的 在身上切一塊切一塊下來 他們就在想你是要把這些東西拿去做什麼用途 所以他們後來有很多很多的想像 頭影片我們看到 好 譬如說 這邊沒有 我們看到課本 在資料1的地方 第一行看到挖死的型單配藥 就是這句話很難理解 然後傳教士還不只是會外科這樣去開刀治病 各位知道死了之後還有定理解剖 因為我要確定這個人的死因嘛 所以我就把他那個遺體就扣開了 那台灣人就在想說你要幹嘛 就不是說死了嗎 你還要治什麼病 所以後來又發展出什麼呢 他們是把這一些台灣人 那個什麼信徒死掉 就把他眼睛挖出來 挖出來之後寄回到自己的母國 然後就拿這些台灣人的眼睛去提煉成白影 勾成極了吧 好 但因此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是說異文化在碰撞的時候 一開始誤會會比較多 那中醫有中醫的這套看法 那西這種外科他們本來以為是來施展神技的 沒想到台灣直接進入到那科幻小說的境界 所以雙方一直都產生了一些誤會 好 那這個是我在寫碩論的時候 看過的一陣資料 那瑪雅各是教會很受推崇的一個傳教師 就南部長老教會第一個 結果地方官怎麼形容他呢 就是說他直接把毒藥混入到那個 一般人會吃的檳榔或者會喝的水當中 結果台灣人就發狂了 所以傳教師幹這種事情 所以地方官就要這些英國的外教官 叫瑪雅各不要再用醫藥害你 我們本來講醫藥傳教就是變成醫藥害你 你就知道其實這個現實跟理想的落差是非常之大 那我猜這一張各位應該是看過了 就是在各式各樣的場合 這個是瑪雅在拔牙 這個是瑪雅的助手在拔牙 這邊還是瑪雅的助手在看一個人的牙齒 好 那因此這一張的拔牙 他也是屬於醫藥傳教 那瑪雅跟他的助手 助手就在旁邊唱那個哈利路牙 就唱個亮機 裡面拔牙 那拔牙就是因為他助牙會痛 所以唱到最高檔的時候 那個牙齒就整個拔起來 那因此這就是信仰的見證 可是這件事情最神奇的是瑪雅不是醫生 現在雖然有瑪雅醫院但瑪雅其實不是醫生 但瑪雅可能是破了基石世界紀錄拔牙齒最多的 他應該拔了一萬多顆牙齒 這一次超驚人的 再說如果以後有一次當牙醫的話 應該再怎麼分離拔也不會拔到這麼多顆 而且瑪雅在拔完牙之後他會有個動作 他會把拔下來的牙齒直接給你看在這裡 就還你了 要不然拿去體面白銀來幹嘛的 各位懂意思 這身體部分下來 你這拔一彎拔這麼多牙齒這樣拿去幹嘛 還你這樣子 有這樣子的概念 那因此醫療傳教我們不能說他對傳教沒有注意 但他也引起了一些誤會 接著請看到翻回173頁 173頁就是上面的佛教這一段 跟底下道教這一段請各位找一個定位點 佛教在第五行的地方我們看到日治詩 道教在倒數第四行 有沒有看到一個日治詩期 好我現在要講這兩個地方 因為課本是03的講 我現在要放從日治時期來講 這一張表格對各位是有用的 日治時期的宗教政策就分成三個 各位知道清代以前 比較不會談什麼宗教政策 除非是邪教被政府查進 可是總部府他是殖民統治 他有控制台灣人的需要 因此他在這邊他有一個前後政策的不同 第一期是溫和融落 我們知道無方針主義 他對台灣的信仰基本上 你道教就道教 民間信仰就民間信仰 他也沒有主治理 他只是開始把日本國內的一些神社也搬來 這邊舉例像譬如說 這就是台灣的第一間神社 開山神社 那開山神社裡面是誰呢? 鄭神宮 各位知道他就是原本的 顏頂郡王詞 你們還有印上顏頂郡王詞的是 誰建議清朝政府在台灣蓋的嗎? 師郎嗎?不是 師郎會拜鄭神宮這有點事 藍頂元不是 來 神寶貞這邊講對了加分 神寶貞 因此 神寶貞是不是在1874年要來台灣解決 武丹書的事件要善後 所以他就要提升台灣人的士氣 所以就建議蓋了鄭神宮跟廟叫嚴明君王詞 那日本人來了之後就把它改成神社 反正放幾塊布就是神社 那因此他們是把鄭神宮當自己人 因為鄭神宮的媽媽是不是日本人 好 那因此這第一個 那我帶各位出校門也有講過這一間 這是在建中正對面的建宮神社 所謂的建宮是指以日本人的角度建設台灣有空 那各位知道他們來台灣攻打有死的人嗎? 那有一些人遜難嘛 就把它供奉在這個神社當中 那現在建中正對面還有這個神社嗎? 整個鳥居當然是不見了 後面這個建築物這一塊還在 下次你們如果有機會去建中什麼設法活動盤 這一塊可以看一下 前面的橋基本上還在 但他有一點面目全非 你要仔細看才看得出來 就是被改造過 那所以像我們這邊談的就是說 比較早期當然也有一些神社 回到廖閣 那可是你台灣人要戴不敗 他也不沒獎勵 可是1915年你自己把它補充 在克格旁邊空白的地方 西來安世界是一個轉折點 你知道余興方是利用西來安去吸收信眾 最後反抗日本殖民同志 要建立大名慈悲國 所以日本人在突然發現 哇 這廟超可怕的 廟充滿了叛逆思想 廟裡面是有人在搞那個反日事件的 所以之後他就加強管理 所以1915年西來安世界是一個轉折 之後他就沒有辦法用這種擺爛放任的方式 他就加強管理了 那因此加強管理之下 他還把日本的這些宗教更大規模地迎進 所以各位看到他把日本式的佛教引進來了 你可以對照課文所 就是第一段的倒數第二行可以畫下來 日本本土佛教派遣僧侶積極在台灣指令地傳教 所以我們知道佛教當然他們都讀應該是一樣的佛經 他的信仰是相同的 但因為佛教在東亞傳播的很廣 日本的佛教是不是跟台灣的佛教跟中國佛教是有一些出路 但他這個時候就要用他日本的佛教來替代原本台灣的佛教 然後一遍斬斷中國傳統 向日本佛教學習 就這樣才不會搞通搞西了嘛 所以各位有印象看過這個建築物嗎 提示在北伊附近 提示青少年娛樂中心 到底認識什麼地方 捷運站 小男人 小男人嗎 小男人嗎 小男人 對對對 那個是接近台大醫院那邊 不是 有一個籃球場 有一個籃球場 對 對那邊沒錯 你講沒錯是那個地方 他的旁邊現在是台北市的青少年娛樂中心 然後今天還 今天只有剩這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中楼 那各位從這樣可以看得出來 他是一個很大的那個佛教的庭院的入口 現在後面這一大片全部都沒有了 好這個是日本的佛教草洞中在台灣的一個據點 好各位再看一個 這又在我們北伊附近在中華路上 台北的西本院寺 而且是一間非常大的廟喔 然後在中華路上 1932年落成其實時間也算比較晚 結果因為這個木頭的建築 後來戰後不是有兩百萬的那個 因為國共內戰的關係 你對著現在台灣 這邊後來變成瘦有難民的地方 你知道這種木造的建築 只要他一段時間沒有維護 是不是就很容易就是整個 就是結構變得很糟糕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上面全部都沒有了 只剩下他的基座還在 今天基座就直接底下 那其實還有那個下面的部分 就變成是台北市的文憲會的所在地 那各位今天經過中華路 接近西門町是有這個區域的 就一大片比較寬闊的地方 好這些都是日本佛教 在台灣差旗發展的結果 那我們看到剛剛的那個表格的第三點 好到了日本這時候捲入戰爭 要對外擴張的時候 就積極的把神道教引進來 這跟黃民化幾乎是同一個趨勢 好所以各位看到這一張 好這個是日志末期 你自己把它寫一下 在課本括號二道教 好倒數第四行 日志時期政府藉由推行神道教而取代 那各位看好一開始 這些神社的數量成立的不多 那你看這邊很明顯 到了1930年代之後 他的神社越來越多 當時的目標是一結裝一神社 因為我們現在的話語講 大概是一鄉鎮要有一神社 所以他變成是一個在台灣 走都府推動的全民運動 那目的就是要改造你的宗教 所以家裡的什麼神主牌都收起來 改放那個天造大神的圖 那因此這個就是一個強制性很高的 要改變你的信仰 那這兩本書推薦給大家 就是有日本人在研究 70多年以前 當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 有很多的神社 那這些神社現在怎麼樣呢 他一直先後完成兩本書 右邊這一本是有中文版的 其實我到很晚才發現 我小時候一直會去爬的一個非常長的一個 就是往山上的階梯 那是神社的參考 你知道歷史是這樣子 有時候你故意要把這一段洗掉的時候 真的後來人就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情 那除非再有人把那段歷史再召喚出來 你因此就對他有一些的想法跟感覺 這兩本書提供各位參考 那接著我們看戰後 請翻到課本 好戰後我們其實也不用翻 在課本的173頁 一樣是佛道這兩大段的最後一個部分 好這段我就沒有細講 我直接用條列式 那改朝漢代之後中華民國政府來了 第一點 政府把原來日本的佛教跟水道教消滅掉 好這改朝漢代各位很容易理解 第二個 1949年之後隨著國民黨 這一些各個宗教的教派教團也來到台灣了 為什麼呢 共產黨是無神論 所以他也不能容許這一些宗教的存在 所以中國的佛教 道教 基督宗教 就新舊教 回教 也就是伊斯蘭教大學來台 好所以他們就很大程度 在1950下於原來本土的各個宗教的 這一些組織上面 好再第三個 政府打壓本土的佛教 道教 基督宗教的教團 特別是他打壓長道教會 因為這是台灣原來比較有的基督宗教的教會 好那這種打壓在1950跟60年代 很 就是說很大程度壓制了本土 教派以及宗教的發展 但各位看一下這一帳 到了1970年代 當國民黨的規權統治開始鬆動 各位知道黨外運動在這段時間發展 革新寶台在這段時間 所以有四大的佛教新教團崛起 你現在把課本173頁 小百科給他三課金 那這四大的教團口稱叫做人間佛教 他們要回到釋迦摩尼最初的那個佛教 同時加強他們跟社會跟群眾之間的連結 也就是他們積極從事社會事業 所以這邊提到像是慈濟風德會 佛光山 中台山跟法谷山 雖然慈濟是在1960年代成立的 可是我們若以整個時代的動力 大概在1970年代之後 他們都變重要了 好第二個本土基督教團也開始 比較具有大的發展力 像張浩教會 那張浩教會在台灣歷史上 是比較站在綠營那一邊 然後主張台灣獨立的 因此他們也會發表一些政治性的宣言 好第三個民間信仰同國發展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看到像那個 大甲媽的遶境 或者像是基隆擴大舉辦的中原谷路 有一些甚至成為國家的慶典 或者說國家的那個規定的什麼 十大宗教儀式之類的 那其實大概都是最近這幾十年 也就是在政治慢慢鬆綁之後 所發展下來的 好最後我們還要再談兩個宗教 雖然只剩兩分鐘了 請翻到170 好170這是哪一頁呢 好173頁的最後一行 好一貫道源於羅教 羅教是一個明淡後期的宗教 那教主跟我撞名 羅教的教主叫羅衛群 你現在查羅衛群會查到一些很神奇的資料 有兵犯人手機也可以查一下 好羅衛群創的羅教 那這羅教不是無中生有 好影片 這樣你可以拍下來 時間關係我可能會講比較快 他把佛教通俗化 他有自己的經典叫五步六策 各位知道佛經你真的去念 有一些還是滿艱深的 什麼金剛經等等 那五步六策有點像用流行歌曲這種方式 各位知道流行歌曲不是最後一句 通常都有押韻嗎 一直就有那種韻味 又比較白話 所以五步六策就是一個 一般大眾比較容易接受的那一種經典 那大家去讀五步六策以為在讀佛經 以為信了是佛教 但不是喔 是羅衛群把佛教通俗化 那他們的信仰主軸是什麼呢 翻到174頁 無聲勞勞 無聲勞勞其實就是造物主救世主 各位知道很多宗教都有這樣子的概念 那他們追求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佛教的 就是你頓悟成佛 超脫輪迴到達真空家鄉 真空家鄉就是人之所以來 人之最後規矩之處 所以無聲勞勞跟真空家鄉 就變成是羅教的兩句最重要的話 但其實它的概念 都是從佛教或者其他宗教來的 他們看到羅教後來就增生出很多 觀念上跟它相通的宗教 包含我們這邊講的一貫道 請你把174頁第一行的彌勒佛了解一下 好像羅教或者說我們現在講的一貫道這種信仰 他們拜彌勒佛 彌勒佛是未來佛 其實白天教也拜彌勒佛 未來佛是什麼意思 你對現狀不滿 所以你期待彌勒佛降生 可以改變現在的不公不義 改變現在不好的狀態 所以羅教以後包含一貫道的這種 民間通福的宗教 通常會被政府取締是為什麼 因為你的前因是對政府不滿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政府通常會取締它 那包含什麼呢 包含這邊 當一貫道隨著國民黨政權來到台灣之後 國民黨一樣取締它 所以它是非法的宗教 一直到1987年 一貫道才被政府接近 到現在是不法宗教 所以我們是從羅教看到一貫道 那最後我們還有一個伊斯蘭教 在特本請換到177的地方 好這一段 我知道會在打中的時候 所以我們一個秒則解決它 伊斯蘭教分三坡進入到台灣 超厲害的 我在想到這一點 好第一個明星時期 那各位知道漢人移民到台灣嘛 當中有一些穆斯林 那為什麼逐見廣東會有穆斯林 因為唐宋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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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人就到 中國沿海做生意 有一些阿拉伯人就在福建廣東沿海就定居了 各位知道 遼宰致之一是哪一位仁兄寫的 就是古宗林 古宗林是阿伯的後代 在福建這邊信土 基本上是阿伯的後代 所以這一波其實就是 我們後來看不明顯是 因為他們已經中國化 幾代通婚 只保留很少數的穆斯林的習慣 包含吃豬肉 好那國共戰後 我們知道國民黨帶著兩百萬的軍民到台灣 當中也有穆斯林 當中包含了白先勇的爸爸 也就是白崇西 所以他們也會帶來穆斯林信 那最後一波是最近三十年的移工 那因此他戰線在穆斯林的舊城上 那我們看兩張照片 這一張是第二波的穆斯林帶來的 也就是白崇西建一蓋的台北大清真寺 就是在大安森林公園的對面 那當時我們也為了維繫跟阿伯國家的邦交 所以他做什麼目的 那第三波就是近年的移工 那各位知道這個是一個在北車舉行的開災活動 因為他們沒有適當的牆壁 好那我們把漢人帶來的宗教 整個全都講過一遍 今天七十的講完自由下課 現在是我的心情要快點 好要來談 我也想詩 剛才的uldade 谢谢大家